不过 木槿 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可我 不想成为小无一的负累 碧莹怎么发烧了 可这二小姐 又不让给碧莹请郎中啊 不管怎么样 就是我死 也要给碧莹找大夫 木槿 你为我做得够多的了 你让我做点事吧 我真的不是一个废人 你怎么会是废人呢 你棒着呢 这十年来 有你们的陪伴 真好 一切心意都转 渴望能拥抱你 如最初那般 碧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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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能收尾成命 碍于飞燕 愿一辈子为你当牛作骂 你们 求公子再帮锦绣一次吧 锦绣知道 不应该贸然来西风院找公子 但是我姐姐就快要不行了 求公子派一位大夫去杂蚁房吧 西风院不好贸然参与 杂蚁房与李瑞阁之事啊 自燕姐 你快走吧 我们家三爷可没工夫搭理你啊 姚碧莹她偷的是御刺之物 罪该万死 我让她活着 已经是给你面子了 归根究底 是小人这个兄长没有管教好 江二小姐 惩罚小人吧 宋明磊 你给我起来 我不准你为姚碧莹磕头 公子 夫人在世的时候 年年为家乡修桥铺路 十年过去了 没想到家乡的乡亲们 到现在都还感念夫人的好呢